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韭菜鸡蛋馅的包纸 首先准备560克温水 加入5克酵母 5克白糖 白糖可以促进酵母的发酵 接着盆中倒入1000克面粉 把发开的酵母水分次倒入盆中 边倒水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的时候再揉到一起 揉成大面团 面团揉好后用盖子盖住 放到温暖的地方 让它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大 碗中打入6个鸡蛋搅散 锅热倒油 油热后放入花椒粒爆香 倒入鸡蛋液快速搅成巧克力 盛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把提前泡好的粉条切小段 放入碗中 倒入老抽搅拌均匀备用 接着将洗净晾干水分的韭菜切小段 这种自家种的小韭菜吃起来比较香 然后把切好的韭菜放入大盆中 加入一颗碱面 防止韭菜变色 再倒入20克食用油 搅拌均匀 倒油使防止韭菜抽水 面团也花椒好了 全是风波爪 案板上撒些干面粉 撒两颗小苏打 和面团均匀地揉在一起 加小苏打可以让蒸的包子更松软 把面团分成三等分 继续揉光滑揉均匀 只有把面团揉好了 蒸出来的包子才会又白又松软才好吃 把揉好的面团揉成长条状 用刀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剂子 把小剂子用手按扁 再擀成中后编薄的面皮 面皮擀好后调下馅料 盘中倒入粉条 鸡蛋粒 盐 鸡精 搅拌均匀 韭菜馅不用加过多的调料 保持韭菜的鲜味 调好后开始包包子 皮擀好后再调馅 防止韭菜出水 包子全部包好后 把包子放进蒸屉里 继续进行二次醒发20分钟 这时记住千万不能直接上锅蒸 包子醒好后 点在手上有轻飘飘的感觉 就可以直接凉水入锅 开大火蒸了 散热后包子小蒸6分钟就熟了 时间到后关火 把锅盖接起一点透下气 可以防止包子塌陷回缩 等一分钟后出锅 这个热气腾腾的韭菜包子就蒸好了 不会塌陷不会回缩 包子又白又松软 没有任何瑕疵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转发 再加速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